你們熟悉的海底洞火鍋店 它的股市和市價大跌大幅大幅地跌 懷疑用了過期材料製造火鍋的食材 今晚我會去Zack Butterfly 演唱Live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支持 大家好,我是Brian B Akero全力贊助我這個B佬錦音凡堂第177 好了,去到177就眨眼 之前說一百二十多的時候要做最後一集 到現在到177 多謝Akero全力贊助我,多謝多謝 今天看到的新聞非常精彩 你們熟悉的海底洞火鍋店 它的股市和市價大跌大幅大幅地跌 我看了一個報道 全球狂關閉三百間火鍋店 海底洞火鍋店 其實我每天早上都有看香港新聞 都看到一些報道關於海底洞的新聞 為何它的市價會大跌呢 中國外地衛生部過去的廠檢驗 就檢驗出它有些食材是不知什麼含量超標的 再加上它們查到懷疑是懷疑是用了過期的材料 來製造它這些火鍋的食材 所以導致它這個股市大幅大幅地跌 所以我覺得一個良心企業 良心食店 其實他們一做大了就是這樣 就把食材慢慢呼呼吸 減到它減到它減到它 其實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如果你食壞人 我跟你說 你一被人知道食材出現問題 不然你的命運就會受損 所以希望所有人做食的朋友 就像我這樣 每一天的食材 都是新鮮去NSK那邊買回來 明天煮的 不會說那些食材是等幾天 等到快要過期才做 我不是的 我每一天都會自己採購這些食材 OK 好 今天我就沒有開工了 今天我就會去Zack Butterfly 那邊做演唱Live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支持 應該是九點半就會開始的 大家留意我的官方網站 或者是我的Facebook 會宣佈Live的演出 好了 說了一大堆東西之後 今天我們要多謝我們的DATOX3 Warrant 今天你會布施了三十二份的愛心餐 送到這個DATOX2 德性兒童之家事不宜遲 因為他們要吃午餐 所以一定要早到 早到11點半 一定到 不看的時間 我應該會切十五分鐘 馬上出發 拜拜 拜拜 好,我已經將這個三十月份的外心餐送到Daman O.O.G. 這個得性兒童自駕的 阿Karo全力贊助必佬感音飯堂第177 多謝大叔Sri Warreni 佈洩了這個三十月份的外心餐 好,祝大家有一個很愉快的週末 大家假期泊落,拜拜